小五,快把妹妹的房间收拾干净。 好的,妈妈。 妈妈,我这件衣服脏了。 小五,快去把妹妹的衣服洗干净。 好的,妈妈。 妹妹,姐姐给你做了早餐,你快吃吧。 姐姐,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早晨要吃炖鱼吗?你做的这是什么?我才不吃呢。 可是姐姐不会做啊。 小五,不会做你可以去学,妹妹想吃什么就要想办法去做。 这样从今天起,你就别去上学了,去学学做饭,好好照顾妹妹。 妈妈,不要啊,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就让我上学好不好。 不行,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今天就去抓鱼,回来学炖鱼。 妈妈,你太好了。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小五,你为什么伤心啊? 丁美人鱼,我妈妈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偏心妹妹,什么都听妹妹的。 现在都不让我上学,让我在家照顾妹妹,我好想去上学。 你妈妈原来一直这样吗? 不是的,原来妈妈是很公平的,是最近才变得很奇怪。 这就怪了,让我用时光倒流魔法,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时光倒流。 小雪,帮妈妈拿杯热水。 妈妈,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呢吗?你自己拿不行吗? 妈妈,给你热水。 还是小五你懂事。 小雪,你能不能和姐姐学学? 哼,马屁精。 小雪,你这次怎么又不及格?你就不能和姐姐学学吗?姐姐次次都是满分。 姐姐,姐姐,你为什么总话讲姐姐?你心里只有姐姐没有我。 哼,妈妈就是偏心姐姐,要是有什么办法让妈妈只爱我一个人就好了。 小雪,我有办法让你妈妈只对你一个人好。 九尾狐,你真的有办法吗? 当然,只要你给我些黑色能量,我就能用魔法帮你实现愿望。 好,我这就给你黑色能量。 暗黑魔法 我头好晕啊,为什么突然觉得小五那么讨厌,还是小雪贴心? 原来都是九尾狐搞的鬼。 小五,咱们现在就去找九尾狐。 九尾狐,你怎么能用魔法做坏事? 哼,冰美人鱼,你少多管闲事。 谁给我能量,我就帮助谁,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要消除你的魔法影响。 那不可能 暗黑魔法 糟了,这可九尾狐的黑色能量好强大。 冰美人鱼,我和小伙伴们去帮助你。 太好了,谢谢你们。 九尾狐的暗黑魔法被消除了,小五你快回家看看你妈妈吧。 好的,谢谢你冰美人鱼。 妈妈,妈妈你没事吧? 小五,妈妈没事。 就是刚才头好晕,好像做了一个对你特别不好的梦。 妈妈,你没事就好。 妈妈,我饿了,快去让姐姐给我做饭吃。 小雪,你怎么能使唤你姐姐呢? 啊,妈妈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难道九尾狐的魔法失效了? 什么?我终于想起来了,原来是你让九尾狐使用魔法控制妈妈,小雪你太过分了。 妈妈,还不是你总认为姐姐好,我才想让你多偏心我一点吗?这都怪你。 小雪,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悔改,从今天起,你负责照顾姐姐。 听姐姐的话,不然就没饭吃。 不要啊,妈妈。 姐姐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跟你好好学习的。 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至于惩罚几天就由小伙伴们来决定吧。 选我还是选他。 我是美人鱼老师,我可以教你学习各种知识,让你考试的满分。 我是暗精灵老师,我可以带你玩各种手机游戏,让你有个快乐的童年。 我选美人鱼老师,我最爱学习了。 怎么可能还有人喜欢学习,学习那么枯燥,是不是有人逼着你学习? 才不是呢,学习可以得到好多知识,让自己强大起来,我最喜欢学习了。 太好了,我恢复一些颜色了。 荣荣,这个给你。 哇,是奖状,太好了,我得到奖状了。 我也选美人鱼老师。 为什么?小雪,你必须选择我,我这里可是有你最喜欢的化妆游戏。 可是我也想要奖状啊。 那这个奖杯给你,打游戏也是有比赛的。 那我应该选谁呢? 咦,奖杯里怎么还有个近视眼镜? 那,那是我不小心带出去的。 我还是选择美人鱼老师。 为什么? 因为我爱漂亮,我可不想成为近视眼天天戴眼镜。 太好了,我就要恢复全部的颜色了。 不行,你的颜色都是我的。 明明现在小朋友都喜欢玩游戏,他们说谎,暗黑魔法。 我的颜色? 我马上就要恢复全部的颜色了,看来还是喜欢我的小朋友多。 暗精灵老师,你别得意,现在的小伙伴都爱学习知识,不喜欢玩游戏。 不对不对,我就喜欢玩游戏,学习太枯燥了,我要快快乐乐的长大。 我给暗精灵老师恢复颜色。 太好了,我恢复所有的颜色了。 五六七,你很好,我送你一部手机,这部手机不但装了所有的游戏还永远不会断电。 哇,这个手机太神奇了,我要回去玩游戏了。 美人鱼老师,你看是不是小伙伴都喜欢玩游戏,你就认命吧。 我来给美人鱼老师颜色,虽然学习枯燥,但是学习能让我更聪明,让我更有智慧。 我喜欢获得知识的成就感,美人鱼老师给你颜色。 谢谢你,唐三,我送你课外书籍,多读书,你会更聪明的。 谢谢,美人鱼老师。 暗精灵老师还是有很多很多小伙伴喜欢学习知识的。 你得意什么,你才一层颜色,我都已经恢复全部颜色了,我这就去用暗黑魔法让所有的小伙伴只玩游戏不学习。 这,这该怎么办? 拍照了快站好,王墨,到,陈思思,到,罗莉,到,林公主,到。 咦,你是谁啊,不是我们叶罗莉班级的吧? 老师,我是隔壁斗罗班的小罗。 那你来我们班干什么,赶紧回去。 老师求你收留我班,我不想回去。 为什么呀?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蛋糕看起来也太好吃了,我比比东就不客气了。 是谁偷吃了我的草莓蛋糕? 是小五,我刚刚看到他吃了,你看证据就是他身上的草莓。 小五你太过分了,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我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身上会有草莓。 既然这样小五你走吧,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真的没有吃糖三的草莓蛋糕,他们既然都不相信我,以后我再也不回斗罗班了。 这个真是太过分了,到底是谁冤枉了小五啊? 就是,小五以后你就在我们班,我们照着你。 安静,小五可以留在我们班,但是那个冤枉小五的凶手也一定要找到。 大家现在跟我一起去找凶手吧。 小五,你不要再哭了,本比比东大人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买茶。 三哥已经出海历练五年了,我实在太担心太想他了。 可怜的孩子,本教皇给你讲个故事吧。 传说很久以前,你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生活着一群无忧无虑的美人鱼, 他们有世上最美丽的鱼尾,拥有帮助人们实现愿望的魔法能力。 有一次,一朝贪玩的美人鱼无意间来到了咱们史莱克小镇。 人们发现了他,知道他的魔法能力,就纷纷祈求他帮助自己实现愿望。 善良的美人鱼答应了他们,不断地实现人们的愿望。 可是随着魔法能力的消耗,他美丽的鱼尾慢慢失去了颜色,变成了黑色, 而他也失去了实现人们愿望的能力。 当人们发现他无法实现愿望后都纷纷远离他,没人再喜欢他了,他也消失了。 直到前几天,有人在公园的湖水里,发现了他孤独的身影。 不管这个比比东说的美人鱼能实现愿望是不是真的, 我都要去看看这个美人鱼,我觉得他和我一样孤单, 我思念我的唐三哥哥,他也会思念自己的亲人朋友的, 我希望能成为他的好朋友。 哇,真的是美人鱼。 美人鱼你好呀。 有出耳朵的小姑娘,你是谁呀? 你找我做什么? 你是美人鱼吗? 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你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 我是小姑,跳舞的舞,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哼,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人类的鬼话了,每次你们找我实现愿望,我都无条件的帮助了你们。 可是我能量用完了找你们帮忙,你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 我现在没有能量都无法回到我的家乡了。 对不起,善良的美人鱼,你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我肯定会帮助你的。 我可是需要很多的加号和红心能量,还需要狗头当作护身符,你真的能帮助我吗? 原来你也需要加号能量和红心能量呀,这个我可以帮助你。 好吧,既然你知道我需要什么,那你要是帮助我恢复我鱼尾的颜色和魔法能力,我就帮助你。 真的吗?那太好了,大家可以帮帮这个善良的美人鱼吗? 它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以前经常帮助人们实现愿望,每一份加号和爱心能量对于美人鱼都很重要,拜托大家了。 太好了,小五,我的鱼尾的颜色恢复了,我又拥有魔法能力了,现在说出你的愿望吧,我来帮你实现。 美人鱼,我的唐三哥哥已经出海五年没回来了,我好担心他,想让他回来。 快看你的身后。 三哥,真的是你吗?我好想你呀。 小五,我也好想你。 我被风暴困在海岛上了,多亏了你,我才能回来。 你们团聚了,真好,小五,唐三,我也要回家了。 在杜罗王国有一个规则,就是看发色决定命运,这里的每个人到了16岁,头发就会变色,而发色将会决定他们的命运,黑色代表坏人,红色代表生病,而金色则代表是高贵的公主。 小五,你的头发还没有变颜色啊。 是呢,我明天才生日,希望不要变成黑色或者红色,当个普通人还是挺不错的。 对啊。 嗨,早上好呀。 三哥你的头发也变颜色了呀。 对啊,还好不是黑色和红色,不然就惨了。 黑色头发有什么不好的,我就觉得黑色头发挺不错的。 比比东,你居然是黑色头发。 怎么样,怕了吧,不怕告诉给你们听,我的好闺蜜小雪,她可是金色头发,以后你们看见她都要叫她公主殿下,听到了吗? 以后该怎么办啊? 以比东变成了坏人,而她的好闺蜜又是公主,这样就没有人质得了她了。 我们以后远远看见她们,就转身走吧,我们都是普通的头发,你们说对不对。 也只能这样了,不知道明天醒来会是什么颜色的头发呢,希望不是红色吧。 我的头发居然是金色,怎么会这样? 斗罗王国不是只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吗? 难道千叶雪那个是假的? 我先把自己伪装起来看看情况。 你们几个,刚刚看见我们,还想转头就走,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公主吗? 千叶雪公主,我们知道错了,你不要惩罚我们啊。 你们觉得可能吗? 以比东,你们几个太大胆了,居然敢对公主不进,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你们给我住手。 臭小五,我可是按照公主殿下的命令执行,你竟然敢阻碍我,你不怕公主殿下吗? 我为什么要怕她? 臭小五,我一定要把你抓进牢房里,在斗罗王国里,从来就没有人敢这样对公主不进。 是吗?那么你来抓抓她。 小五,你居然是金色头发,怎么会有两个公主啊? 臭小五,你居然敢假扮公主,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们才大胆! 公主殿下,已经查清过了,千叶雪是戴假发假扮公主,她和比比东都是黑色头发的坏人。 公主殿下,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假扮公主的,这都是比比东叫我假扮公主的,对不起,请你不要惩罚我呀。 现在给你们一分钟,马上消失在我眼前。 谢谢公主殿下,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我们现在就走。 我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公主,不但拥有实力强大且富有的教皇母亲,自己也是斗罗大陆第一美女,所有的光环都笼罩着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们羡慕的目光,这也养成了我自私自大的性格。 小雪公主,你想穿哪套公主裙? 就这套粉色的公主裙吧,其他的都烧掉。 好的,公主殿下。 最美丽的公主裙只能是我的,即使我不穿,别人也不能拥有。 小雪公主,今天你想吃点什么? 我今天没胃口,不吃了,这些都倒掉吧。 是,公主殿下。 小雪,你怎么不吃东西啊?是不是这些菜做得不好?妈妈在让人给你做一批新的。 不是的,妈妈,是我太闷了,想出去走走。 好,乖女儿,想去哪玩?妈妈把卖的人都赶走,省得他们打扰你游玩的兴致。 不用,妈妈,我就是想看着那些人羡慕的目光才觉得有意思。 好,乖女儿,都听你的。 公主,这的景色好漂亮啊。 还行吧,没有我的后花园漂亮。 漂亮的小姐,能帮帮我吗?我太饿了。 哼,哪来的臭乞丐?真扫兴,把她给我赶走,别让她弄脏了我的公主群。 好的,公主殿下,臭乞丐,快滚开。 千任许,你的品格不配做公主。 什么,海神大人。 就这样,我被愤怒的海神变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我失去了美丽的外貌,失去了身上所有的光环。 变成了一个被人厌恶的乞丐,海神告诉我,只有我能找到愿意真心帮助我的好朋友才能恢复我的身份。 哎呀,我好饿啊,好怀念我的美食,如果能把它们再摆到我面前,我一定都吃光,绝对不浪费。 臭乞丐,离我的水果圆点,你都把它们弄臭了,快滚开。 你也太过分了,我可是公主。 就你还公主,我还是国王呢,快滚开。 哎呀,你太坏了。 又累又饿到我只能无助的哭泣,如果能恢复身份,我保证以后一定不欺负乞丐了。 这时我看到路边的树下有好多漂亮的蘑菇。 哇,好漂亮的蘑菇,一定很好吃。 嗯嗯,真好吃。 我头好晕啊。 没有生活经历的,我根本不知道,漂亮的蘑菇是有毒的,就在我中毒晕倒在路边时,我隐隐地听到了一个温暖的声音。 哎呀,小妹妹,你怎么能吃毒蘑菇,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当我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小妹妹,你醒了,以后千万不要再吃色彩艳丽的蘑菇了,太危险了。 谢谢你救了我。 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谢谢你。 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小妹妹,那是因为你饿了,所以吃什么都好吃。 小姐姐,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叫小五,跳舞的舞,你不用报答我,能帮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小五姐姐,我叫小雪,你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你不嫌弃我能做我的好朋友吗?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我们现在不就是好朋友吗? 真的,太好了,我有朋友了。 哇,小雪,你变得好漂亮啊。 谢谢你,小五姐姐,是你让我懂得人间温暖,我要回我的国家了,我会想你的。 这些财宝送给你。 小雪妹妹,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小五姐姐,你可以拿这些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回到我的国家,也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一起努力。 好吧,我也希望自己能帮助更多的小伙伴。 小五姐姐,再见。 太阳,月亮,星星。 你们都出完了,我出什么啊,你们肯定是故意的,我不跟你们玩了。 哎呀,东东,你怎么来了? 三哥,你快出题,把比东东也变走,让我想想,久了,早上,中午,晚上。 这可难不倒我,凌晨。 比东东,你是怎么回答出来的?你赶紧走吧。 好,求你了。 想赶我走,没门,我就要玩。 你快出题,让东东消失,晚了就来不及了。 好,石头,简单,不。 哼,雪儿,你们太过分了,我要回去告诉妈妈。 哎呀,好险啊,差一点就完了。 是啊,还好你把东东弄走了,这里有我们三个就够了。 三哥,融融雪儿,你们在这里玩呀,我也要玩。 小五,你快走啦。 为什么呀,三哥,我也想和你们玩游戏。 我们不想和你玩,你快走。 臭雪儿,我就要玩,我就不走。 我来出题,小五妹妹答不出来,就会被送走的。 赛罗。 迪迦。 奥特之王。 我没看过奥特曼啊,上次三哥说过,有一个叫,叫,我想起来了,叫泰迪。 还好,小五姐记错了,不然就真的完了。 是啊,不过我们这样做,小五妹妹肯定会很伤心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等我们出去再找他们解释吧。 小天使,你终于来了。 唐三融融雪儿,你们做得很好,我马上就能解除这个传送阵了,你们再坚持几分钟。 哎呀,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还要坚持。 这是哪里呀? 竹青,我们玩游戏吧。 等会轮到你,千万不要回答。 三哥融融,你们说话怎么这么奇怪? 反正你听我们的就对了,我出题了,不敌。 小青。 小艾。 竹青,你别回答。 好吧,我听你们道。 小天使,怎么还没回来呀,我快坚持不住了。 好了,你们安全了,我这就送你们回去。 太好了,天使之力。 你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下次千万别到陌生的地方去了。 好的,小天使,我们进入了。 三哥融融,你们刚刚为什么要赶我走,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小五妹妹,别上心,我们不是故意的。 是啊,小五姐,刚刚我们是在黑暗军团的传送阵里,如果四个人通关游戏,我们都会被传送到黑暗王国的。 太危险了,现在你们安全了吗? 是的,小五妹妹,不归小天使解除了传送阵,现在我们一起玩游戏了。 太好了,我们走吧。 上课的同学们,怎么没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我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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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家都生病了?怎么都这样巧?我不信,我要去看看。 老师,我发烧了,好难受呀。 五六七以前精神装病,我要看看这次是不是装的。 累死我了,没有热水袋,也没有体温计,都没有别的东西。 原来五六七真的发烧了,我再去看看比东东。 比东东你怎么了? 老师,我拉肚子。 哎呀,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阿比东东,你为什么拉肚子? 是不是吃了不甘不敬的东西? 是因为哎呀,不行了,老师,又来了,我要去厕所了。 好臭啊,看来比东东是真的吃坏肚子了。 我再去看看唐三。 唐三,你为什么不说话? 哎呀,唐三,你的口窗太严重了,上药了吗? 好吧,唐三,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奇怪孩子们,为什么突然生病了? 老师,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铃鱼真好玩,我铃铃铃,太好玩了。 阿七,不要铃鱼了,你会生病的,小心发烧啊。 风台不会发烧的,我身体备棒,铃鱼多好玩呀。 巧乐兹我吃,小乌丁我吃,老冰棍我吃,喵喵喵,真好吃,我还要再吃二十个雪糕。 李东东,你不能再吃了,吃太多雪糕会拉肚子的。 哼少在这里骗人了,小五,我才不信呢,我要继续吃,喵喵喵。 今天妈妈不在家,我要吃辣条吃个够,喵喵喵,辣条太香了,我要吃一百包。 唐三哥哥不要吃太多辣条,小心上火张口窗,放心吧小五妹妹,我的牙齿健康得很。 哎呀,唐三哥哥你怎么就不听劝呀? 小五妹妹,你是不是嫉妒我有这么多辣条,你要想吃就明说好了。 唐三哥哥我好心劝你,你怎么还冤枉我呀? 哼,我不理你了,小五妹妹走了,我要继续吃辣条了,喵喵喵。 原来是这样啊,五六七因为淋雨发烧,李东东因为吃了太多雪糕拉肚子,唐三吃了太多的辣条长的口窗,他们做的都不对,他们再这样,小五记得下次告诉老师啊。 放心吧老师,我觉得他们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蝴蝶行姐姐来接弟弟回家了。 姐姐姐姐姐,快带我回家吧。 不行,蝴蝶行姐姐只能接蝴蝶行弟弟,你又不是蝴蝶行弟弟。 姐姐,我们快回家吧。 啊,那我是什么形状啊,谁能告诉我呀? 呃,我原形姐姐来接弟弟回家了。 哇塞,大家都说我是原形弟弟,姐姐,快带我回家吧。 等等,她不是原形姐姐,她是五角星姐姐,黑色玫瑰,你不能跟她走。 蓝色妖姬你骗人,姐姐是不会认错形状的,你就是不想让我回家。 我没有,原形是没有角的,你看这个图形姐姐有五个角,所以她是五角星姐姐。 对不起啊,蓝色妖姬,我错怪你了。 原来我是五角星姐姐呀,那我的弟弟在哪里呀? 我是五角星弟弟,姐姐,我们快回家吧。 哎呀,我的姐姐怎么还不来,她是不是不要我了? 黑色玫瑰,别伤心,你姐姐肯定很快就来了。 我原形姐姐来接弟弟回家了。 太好了,姐姐,你终于来了,我们快回家吧。 我去买个雪糕,反正我姐姐也没来。 怎么只有花形弟弟啊,没有我的六边形弟弟,正好蓝色妖姬学习那么好,我要骗她做我的弟弟。 我花形姐姐来接弟弟回家了。 我是花形弟弟,但是我不能和你回家,我们的形状好像不太一样。 什么呀,明明一模一样呀。 好像是有点像,她真的是花形姐姐吗? 呃,等等接任学,你要带我的弟弟去哪? 可恶,花形姐姐姐怎么来得这么快? 真是坏我的好事。 啊? 你说什么呢? 这明明是我的弟弟。 胡说,你是六边形姐姐,要带走的应该是六边形弟弟,我是花形姐姐,这是我的花形弟弟。 哼,我看你这是想和我抢弟弟,蓝色妖姬,别理她,我们走。 呃,到底哪个才是我的姐姐呀? 我有点搞不清了。 呃。 哎呀,你们在干嘛呢? 哇塞,六边形姐姐,你来接我了,太好了,我们快回家吧。 红色风暴,千任学刚刚要骗我跟她走呢,她不是来接你的。 什么? 姐姐,你是不是觉得蓝色妖姬比我学习好,所以想让她做你的弟弟? 我? 我? 哼,别说了,我不要你做姐姐了,我要跟花形姐姐走。 可是你是六边形弟弟啊,只能跟我走。 六边形花形都差不多,我重新画一下就行了,我画。 嘿嘿,看我现在也是花形弟弟了,姐姐,我们快回家吧。 好啊,真棒,我有两个弟弟了。 什么呀,对不起啊,红色风暴,姐姐不该骗人的,也不该嫌弃你,你就原谅我吧,别不要姐姐啊。 哼,那你说出十种六边形的东西,我就原谅你。 好,六边形有罗帽,跳起板,巧克力盒子,雪花,蜂房,还有,还有,哎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哼,说不出来我就不跟你回家了,谁让你骗人的,骗人是不对的。 我来装扮人偶了,看到我的衣服了,我穿,再找找我的头发,等等,居然有公主裙,我换。 再戴上大波浪长发,我现在是长发公主了。 比比东,快换成自己的衣服,不然就会。 哼,我的衣服太丑了,我才不穿呢,你的也很丑,都消失吧。 啊,我的衣服,比比东你干嘛? 小五,现在你只能穿公主裙做公主了,嘿嘿,不用谢我。 可恶,你站住,我的衣服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啊? 幸好头发还在,我在,公主裙我穿。 怎么就剩我的衣服了,我想穿王子服? 不行,三哥,必须要穿自己的衣服。 凭什么啊,你就没穿? 我的衣服被比比东搞得消失了,所以才…… 哼,我不信。 三哥,你就信我一次吧,我们可是好朋友。 呃…… 好吧,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我就信你一次,衣服我穿,头发我戴。 天呐,我便回来了,原来穿自己的衣服就能变成人,那小五你怎么办啊? 现在就剩下个比比东的头发了,我不要做人偶啊。 小五别哭,我来帮你了。 太好了,谢谢你小精灵。 等等小精灵,你把我也变回去吧,我不想做人偶了。 可是我的魔法只能让一个人恢复。 那就选我 凭什么呀 要不是你让衣服消失了 你们早就变回来了 小精灵选小五 庞三 你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我就要你好看 好了 不要吵了 比比东 小五好心提醒你穿自己的衣服 你不仅不听还把小五的衣服给吹没了 你这样做你觉得我还会帮助你吗 只有像小五这样善良的人 才能得到我的帮助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做一个 相信朋友不搞恶作剧的好孩子 我们来解救公主了 我是穿绿色衣服 带小花花发卡的公主 我知道了 你是柔柔公主 我是海里有尾巴的公主 那你是美人鱼公主 我是有着兔子耳朵的公主 有着兔子耳朵的公主是谁呀 我知道了 是小五公主 回答正确 想要解救我们 就必须找回图片上我们丢失的东西 没问题 我们现在就去找 我要找的是柔柔公主的小花花发卡 会在哪里呢 小花花发卡 在我头上呢 找到了就可以拿走 你只有两次机会 我猜一号 千人雪 快掀开盖头吧 没有哦 小红君你猜错了 现在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嘿嘿 柔柔公主的小花花发卡 在三号那里 小红君肯定猜不到的 拿不到小花花发卡 就没办法解救柔柔公主 我要好好想一想 到底选哪一个 哎呀 好难选啊 我随便选一个吧 我选三号盖头下 有小花花发卡 可恶 被猜对了 好 小花花发卡给你 把你们的尾巴都给我露出来 美人鱼公主的尾巴丢了 是你们谁拿的吗 不是我 我的尾巴是蓝色的 不是我 我的尾巴是绿色的 也不是我 我的尾巴是红色的 那你们知道哪里 还有人鱼尾巴吗 新来了一条黄色玉井美人鱼 你可以去问问他 黄色玉井 你的尾巴是不是美人鱼公主的 糟了 我好不容易才得到 美人鱼公主的尾巴 不能让五六七拿到 当然不是 这是我自己的黄色尾巴 哼 我才不相信呢 就是你拿走的 拿来吧你 公主们 我们找到你们丢失的东西了 给你们 我们终于被解救出来了 公主 小五 我们就先走了 别的公主都被解救出来了 比比东怎么还没有找到我的兔子耳朵呢 天呐 怎么会有两个兔子耳朵啊 到底哪个兔子耳朵才是小五公主的 我的不是 我的也不是 哎呀 这两个兔子耳朵看着好像啊 到底哪个才是啊 比比东 咱们都是出了名的导弹大王 你为什么要帮助小五找兔子耳朵啊 和我们一样捣乱都好啊 才不是呢 我答应了小五帮他找兔子耳朵 就一定会帮他找的 答应别人的是一定要负责到底 这才是一个好孩子应该具备的 小五 我的孩子 妈妈不要离开我 妈妈 妈妈 妈妈有危险 我要去救妈妈 比比东 你看到我妈妈了吗 你妈妈可能去森林采水果了吧 好的 谢谢你 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啊 不对 你 你不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有兔子耳朵 妈妈 你是谁 你要和我抢妈妈吗 对不起 我找错了 老虎妈妈 你看到我妈妈了吗 森林里没有你的妈妈 也许她在沙漠里吧 好的 谢谢你 老虎妈妈 我这就去沙漠找妈妈 沙漠里好热啊 妈妈你在哪 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孩子 不要乱跑了 和我一起留在沙漠里吧 啊 不对 妈妈 你怎么会有尾巴 妈妈 她是谁啊 咦 原来你不是我的孩子 骆驼妈妈 我想找我的妈妈 你知道她在哪吗 她可能在我最不喜欢的冰原上吧 好的 谢谢你 骆驼妈妈 妈妈 你一定要等我 我很快就能找到你了 小五 你跑这么快做什么 荣荣 我妈妈不见了 我要去救妈妈 你妈妈不是喜欢游泳吗 她会不会去海边玩了 有可能 谢谢你 荣荣 我先去冰原上找 如果没找到妈妈 就去海边找妈妈 好冷啊 妈妈在冰原上会感冒的 妈妈 我 我找到你了 快跟我回家吧 宝贝 这就是我们的家呀 可是妈妈 这里太冷了 这里一点多不冷 妈妈 这是我的姐姐吗 不对 你是骑鹅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 看来这里没有我妈妈 我要去大海找妈妈 小五妈妈 你怎么在这 荣荣 我出来买菜 想给小五做点好吃的 怎么了 小五说你有危险 满世界找你呢 这个傻孩子 我先回去给他做饭 等他跑饿了就回家了 大海好大呀 妈妈会在哪呢 妈妈 我是小五啊 我找到你了 你快过来啊 啊 啊 不对 你怎么有鱼尾巴 你是美人鱼妈妈 小五 你妈妈是十万年柔补兔 你不是应该在草原上找兔子吗 怎么跑到大海里了 兔子 哎呀 早晨我看到比比东 深厚的笼子里有只兔子 原来是他把妈妈抓走了 谢谢你 美人鱼妈妈 我这就去救我妈妈 比比东 你快把我妈妈放了 小五 你在说什么 你身后笼子里的兔子 就是我妈妈 你快放开他 小五 这是我给我家小雪抓的宠物兔子 不是你妈妈 不对 这就是我妈妈 比比东你太坏了 把我妈妈抓走 还故意让我去森林里找妈妈 所有的小伙伴都会讨厌你 给你发狗头的 小五 你不要冤枉我 我这真的只是只普通的兔子 不是你妈妈 不信你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问就问 小伙伴们谁看到我妈妈了吗 是不是就是被比比东抓走的这只兔子 我给他们认识